樓市被負面消息籠罩,業界對本港樓價未來走勢感悲觀。 重量聯行估計,今年中小營住宅樓價全年跌幅約百分之十。 明年更可能重演1999年至2003年的下行週期,明年樓價了再錯百分之十。 最差情況下,樓價未來二至三年,或較高峰期低於百分之三十。 重量聯行香港主席陳煥平說,該行的中小營住宅樓價,指數顯示,樓價於今年首九個月以下錯超過百分之七,預計今年全年樓價降幅約百分之十。 該行指出,本港樓價於1999年至2003年每年樓價,有約百分之十跌幅,累積降幅約百分之四十五點五。 陳煥平認為,樓市剛踏入跌市,未來仍將持續回落。 即使樓價不會斷崖式下滑,但受加息,全球及區域經濟疲弱和地緣政治局勢等多項因素影響, 未來樓價勢將向下,很大機會再次出現1999年至2003年的漫長跌浪。 陳煥平預料,明年樓價有機會再降百分之十,並舉例假設樓價每年滑落百分之十,單計一年跌幅未算太大,但若跌足五年就變成百分之五十。 他估計在最壞情況下,未來二至三年樓價,可能較高位下錯不少於百分之三十。 他稱,本港住宅每月平均交投量已屬近二十年低位。 例如2013年政府就從嫁印花稅 ,稅率最高達百分之八點五後,每月成交曾跌至四千二百宗,但今年首九個月平均每月只有約四千一百宗住宅成交。 重量聯行香港研究部執行董事王志輝認為,政府一系列亦周期措施下,樓市已失去按市況變化而快速調整的能力,令樓市交投近年一直低位徘徊,而樓價已累積插近百分之十。 近年以九成案揭購買新盤單位的買家將首當其衝,承受最大風險如果樓價跌幅超過百分之十。 負資產個案勢將大增。 陳煥平表示,在全球經濟下行及政局動盪下,約本港仍維持冷卻樓市措施。 樓價跌勢將加劇,負資產中數將急增,認為現時是設立的最好時機。 促請政府考慮撤走懲罰性印花稅,以免負資產個案,再次成為香港的社會問題。 陳煥平建議政府應該撤銷買家印花稅 ,避免發展商因息口上升,及要繳付BSD,而放慢舊樓重建步伐。 額外印花稅則須要調整。買家出售獲利才須繳交,避免涉讓賣樓的業主因須繳付SSD。 代表說,會轉鮑西方的經歷索欲辨igh 。 代表 goo